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音音Things 我是Z 或者你也可以叫我音音 今天是我录制的第二个video 然后你记得的话 上一次我做了个小小的Sephora 紧接着上一次的Sephora 今天我要跟大家开一个箱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所以这个包装盒上写的是superbuy.com 是一个邮寄的公司 所以我所有东西是通过Superbuy寄到加拿大来的 然后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Superbuy这个服务 如果您有iPhone或者其他手机 应该都能下载这个APP叫Superbuy 给大家暂时看一下 所以它有一个APP叫Superbuy 但是你也可以上它的网站 然后你可以连接你的 如果你的淘宝账号 还可以连接淘宝账号 那我这次所有买的东西都是从淘宝上买的 但是Superbuy也是支持其他的网上购物的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 也可以直接在它的那个Poto上 需要找自己想买的东西 那我觉得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很多人来讲 第一我觉得是价格原因 很多小的商品在这里的单价就会比较高 或者说有些有趣的商品 你在北美就比较难买到 然后国内的平台也可以买到更多 从其他国家来的商品 比如说日本啊 韩国啊 或者欧洲一些国家的一些商品 那总体来讲 我觉得很多单价都会比在这里买要低一些 那我之所以使用这个Superbuy的服务呢 就是它可以帮你所有的货品整合 然后提供比较细致的服务吧 然后可以帮你把所有的商品做一个分类 然后给你一个提醒 是不是可以寄到另外一个国家 那我现在所属位置是加拿大 然后它有给你一个选项 比如说你喜欢哪一类的寄送服务 对寄送的价格有没有要求 日期有时间上有没有要求 然后你可以再做选择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的订单的当中 这是我这一次买的所有东西 那我觉得因为方便 所以所有的商品都是从淘宝上购买的 00总总大概20件左右吧 然后你可以在它的这个订单的status里面查 是不是有被寄送 那整个流程是你在各个淘宝的卖家里面 选好的商品 然后可以把那个链接 复制到这个app上 或者在像我所说的app上 直接寻找那个商品 然后放到购物箱里面 你可以直接支付那个商品 或者说等购物车里面有一堆你想要的商品 以后再做总体的结算 然后你所有的单品复清以后呢 然后他这个app会给你提供这个status的更新 你就知道这个商品有没有被寄出 所有的产品寄到它的那个仓储以后 我记得是在深圳那个仓储 他那个服务人员会给你发具体的照片 看看是不是有损坏啊 看看他这个描述的产品 是不是跟这个商家所描述是一致的 那具体是要退换呢 你满不满意 还是想要真的要知道另外一个国家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那你是要承担那一部分的责任的 然后你确认无误以后 他这个superbike会提醒你 是不是有超重啊或者液体啊危险物品 那提醒你可能很多是可能不能需要是禁运的 或者是要另外收关税都会给你做这样的提醒 那你自己再来做这个考量 那当时我记得时候 我记得到最后只有一两个选项给我做这个寄运的选择 那我就跟那个客服联系说 为什么我只有一两个选项 那他们解释里面 因为我有少部分的化妆品是有液体的 所以他这个系统的自动的选项是给你做禁运 把那个选项取消了 但是如果你愿意承担那个风险的话 他们会给提供你的建议 会服客户人员会把那个禁运的选项给打开 那你自己是要承担那个风险的 但是因为我这次买东西不是很多啊 然后物品的size都比较小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当我收到这个箱子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惊讶 因为它的那个尺寸非常小 因为我买的都是非常多那种化妆品 size都不是很大 或者是衣物都可以折叠起来 那我现在就跟大家做一个开箱 所以它其实包的非常好 里面的各种包装啊 或者是这种bubble wrap 都包的非常好 所以总共的款项 其实应该有三样吧 一个是化妆品的部分 然后我就是从 我忘记淘宝的买家了 但是我可以把链接发给大家 化妆品是一个部分 然后衣物是另外一个部分 最后呢是小商品 小商品包括我的发卡啊 耳环啊 或者是手机上的那种挂件 那我先给大家开化妆品的部分 哦 米嫂在这里 这好像是他们送给我的一个小袋子吧 因为我买了他们的化妆品 嗯 还挺可爱的 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话 可以作为刷子的袋子 因为它长度比较够 然后这一包都是化妆品的 第一个 就是这个 KISS ME的极细眼线笔 然后我买的颜色是棕色的 我觉得棕色就比较 能够常用 不太有侵略性 然后这个牌子就非常火了 嗯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多做介绍 他们的那个 嗯 睫毛膏更加火一点 但是我买的时候已经买完了 所以到最后送来的只有这一支极细眼线笔 嗯 感觉是那种硬挺的毛 让我刷一下看一眼 挺好控制的 就是这种细细的水质的笔 然后过两三秒它就会干掉 应该是比较适合新手的 我上次化眼妆时候化用的是 一种gel状的眼线笔 所以就比较难控制它自配那个毛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适合新手 所以是下一个 Can Make Color Mixing Concealer 这个我已经打开过了 嗯 它是那种三种颜色的 嗯 concealer 所以就比较适合在你有泛红的部分 或者是痘印啊 或者是雀斑 嗯 做修容的部分 嗯 自配的一个小刷子 我觉得 这个 concealer 比较适合你皮肤状态 比较好的时候 就很保湿的时候使用 不然的话 如果你大帽痘 大帽油 这个不太服贴在脸上 嗯 所以我觉得 并不是那种特别实用的concealer 下一个是眼影盘 我其实不是非常熟这个韩国的牌子 叫Ariton A-R-I-T-A-U-N Styling Eye Palette 啊 我就比较喜欢它那个颜色的组合吧 如果你们认识这个牌子 你可以告诉我 它包装就是就很普通的塑料的包装 但是我觉得特别适合 嗯 你出门鞋带 就非常小那种包装 然后有五个颜色 我觉得都是比较适合那种 嗯 典雅的那种酒红色吧 然后打底色就是 这两个 然后 这三个颜色 我觉得可以各种排列组合 可以放在眼尾 嗯 做contour 在那个 我其实已经用过了 我觉得特别漂亮的是 这个紫红色 然后这个金色也非常漂亮 那我觉得它们特点就是 全部都是珠光的 嗯 所以放在眼睛上会特别闪 那如果你觉得太出跳的话 可以再搭配其他眼影盘的那种mat的颜色 然后大概刷一下这个最漂亮中间的颜色吧 嗯 它的延展性还好 但是我觉得显色度 非常的高 然后这个金色给刷一下 对 我觉得延展性就是一般 嗯 可是颜色非常漂亮 OK 嗯 嗯 还有这个好像是送的 嗯 Eye Lip Makeup Remover 是美宝莲的一个眼唇卸妆液 嗯 我这个以前非常多年之前自己用过 还挺好用的 嗯 我平时也很懒 所以我一般都是用卸妆油 就整脸卸妆 但是现在有了这瓶 我可以再重新尝试一下 然后它这边写的是 隐形眼镜佩戴者同样适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方便 因为我也是每天都会戴隐形眼镜 有时候卸妆 进到眼眼睛里面会非常刺痛 我可以试一下看这个有没有效果 然后下一项是我已经开始使用了 非常喜欢的那个眉毛眼眉笔 它就是 是Eddie House的 眉笔 嗯 是深棕色的 我觉得它好用的地方就是呢 它是两头状的 一头呢 是像那种特别有名的武士刀的这个形状 它是有小三角形的 它是有小三角形的 因为我已经开始使用了 所以可能看不太清楚 就是中间 第一头是非常小的头 然后眼展开来 它好正好在颜色不会特别的深 所以你可以很慢慢的画 或者你很懒的话 一笔画过也不会特别夸张 然后手上非常好控制 然后呢另外一头 你就可以把这个眉毛 束开这样 我的眉毛不是很很很漂亮 因为其中有这一条眉毛 这边会少了一截 因为小时候 有一个同学 在那个拉一个门的时候 撞到眉毛上 然后受伤了以后 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Eddie House的眉笔 然后下一个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唇膏 这个牌子是Tony Moly 我也是看到很多YouTuber推荐这个牌子买的 然后我有点后悔只买了这个颜色 它是那种所谓的南瓜色 其实我现在嘴巴上擦的就是这个南瓜色 然后它好就好在也是那种像水滴状的 水滴状的 所以你画在嘴边上 而且有一点点就是curve 所以你画在嘴巴上非常好上妆 是那种很有很提气色的南瓜色 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会把它边缘特别的糊开 我觉得那种效果也非常好 所以这个是Tony Moly的四号 Tony Moly的四号南瓜色 这个就是我基本上是我的化妆品 我有一项 还买了一个 Eyelash Curler 就是加睫毛夹 然后我买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小 我还没有试用过 但它很可爱是那种粉红色的 这个怎么用啊 它中间有个弹簧 这个我不确定怎么用欸 我研究了很久 好 我研究出来了 它这个睫毛夹 叫Daiso Daiso 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Daiso 便携迷你卷翘 广角睫毛夹 附替换胶 所以它这下面这个是可以做替换的 如果时间久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小开小机关 你把它放下了以后 就是 你做按压的动作 你可以看它这个就可以动 怎么用啊 比较吗 比较吗 反正就是很便携 我觉得是一大好处 OK 这样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化妆品 哦 忘了一样 包的非常好的刷具 我是一个刷具 不是很多的人 因为我就觉得一样刷子 其实可以多用 但是就想拓展一下 我刷具的选 这个味道好重哦 好像是那种刷的油漆的味道 这是我所有的刷子 阿米兽 这个牌子叫 MSQ 我觉得也就是 你知道淘宝上那种 很普通的随便的牌子 然后它总共有1234567个刷子 嗯 然后包装的非常好 这种 大毛刷 感觉挺软的 可以上那个腮红啊 散粉啊 我觉得包装 包装就非常可爱 你知道吗 然后 这种是眉毛刷 感觉挺好用的 感觉挺好用的 嗯 这个我不确定是什么 哦 这应该是唇笔吧 就可以很精致的上你的唇 我的唇膏基本上是不太会用刷具了 但是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应该很适合上 鼻影啊 或者眼影的动作 哦 这个好漂亮 这个我觉得很适合上 散粉 非常软 它这个都是人造毛 但是我觉得人造毛的好就是 非常容易清洗 它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胶贵 这个我觉得很适合定眼下的妆 或者你也可以做修容的动作 扁扁的 嗯 然后这两只都是眼影刷吧 看你想做怎么样的眼影 是做细致的小小的扁平状的 还是稍大的刷刷的动作 我的狗一直在吃包装纸 非常麻烦 然后就这样一盒刷具 我觉得非常方便 下面要插衣服 衣服我买了三件 我要去找另外两件 但首先盒子里的就是这一件 现在非常折 都是有很多折子 但是就是一件 薄的 呃 限制的那种 呃 长衫 是短袖子的 另外还买了一件这个 非常大的 丝直的 披的衣服 这个衣服呢 是多功能的 你可以 啊 不把它系上 不把它 穿带上 就直接随便披着穿 啊 或者是 你也可以把它有两个带子 系上就是有点 日式和服的感觉 它好就好在左右两侧是不平等的 所以穿上可以有不同的效果 然后 还有买了一条 裤子 这条裤子呢 是灰色的 也是一种丝直的 嗯 它的好处就是有松紧带 所以 不用担心穿这条裤子 然后可以吃的多一点 啊 那它也是有点伸缩性的 但是呢 穿上非常显瘦 我可以把上升的效果 穿给大家看 另外 我买了一个 由我老公买的 手机 iPhone 7的 手机保护壳 手机保护壳 它这个手机保护壳里面 好像也是带这个 嗯 贴膜的 在这边玩手机个好贵哦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因为它就是薄薄一片 它所要创造的感觉是裸机感 所以它是那种silicon的 非常薄的case 但我觉得它其实保护功能 不会非常强吧 买它的原因主要就是它很便宜 就这么简单 嗯 我老公或者我所有的苹果的产品 都是在苹果店买的 所以你知道它的单价就会比较高一些 但是 当然质量会更好一点 好下面要来拆这个韩国小饰品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韩国小饰品 应该是韩粉小饰品吧 我非常喜欢的是我买的耳环 你看它是这样 噢噢 掉出来了 这不叫什么 应该是郁金香的花吗 应该是郁金香的花 应该是郁金香的花 就像是郁金香的花 然后应该就是从耳朵里面插进去 戴上效果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朵花在耳朵上的效果 然后他们送我一个 上面写着前发的东西 我看到很多人用这个 我自己从来没有用过 因为我都是很随便 如果卸妆的时候 我头发会掉下来 就披头散发的 我就会拿一个什么夹子啊 头裤 把头发往后裤就可以了 但是这种东西 我看到很多人用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这是怎么用的 是这样吗 好奇怪呀 噢就是这样 把头发往后加的原因 OK我可以试一下 然后就是很多发带 因为这里的发带都很无聊嘛 就是黑色的 或者是固定单色的发带 这种就是像那种伸缩带 但是有一点点设计感在上面 因为我现在是短头发 所以绑头发机会不多啦 但是有时候觉得 像今天天气非常热 我就会把头发绑起来 那我现在用的是 黑色那种最普通的带子 然后用它 买的 新买的 可能就是小小的设计感吧 看到吗 就这样 第二副耳环 第二副耳环是一个 几何图形的耳环 大家可能看出来 我是一个耳环控 虽然我平时很懒 有时候出门就不带了 可是我买很多 这就是一个三角形的 上面有一个像象牙色的那种 长方形 就是会给你一点设计感吧 然后你在动的时候 而身体 摇曳的时候 这个耳环就会随处摆动 我就觉得非常有女人味 然后戴一下 我觉得这个好好看 你觉得呢 买了一个小发卡 我对发卡的热爱 跟这个耳环的差不多 虽然平时加的机会不多 平时就是披头散发的 但是如果想 稍微头上有点亮点的话 就是用金色的 带一个小梳子 然后可以夹在你的耳边 或怎么样 就非常可爱 我经常戴那种 从中国买的发卡 然后周围同时就会说 啊这个好可爱啊 因为这边都买不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 好像都拆完了耶 拆下就是这样 全部结束了 我其实希望我买更多一点 因为这次的东西我不确定 关税或者邮费的这个流程是怎么样 所以我买的东西非常少 那我非常建议大家使用Superbuy 如果你在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如果很想享受在中国淘宝上购买东西的乐趣的话 我就非常推荐这个Superbuy 另外的话 我建议买的东西 尺寸还是不要太大 因为可能第一季来的时间 油税的风险 油费都会大涨 那也不要买特别贵重的东西 如果丢了损坏了也不会觉得特别伤心 我下次可能会尝试买一点吃的东西 因为虽然说多伦多有很多华人 我们有很多华人的超市可以买国人的零食 但是还是买不到东西 那我的这次的淘宝或者Superbuy的话 OpenBox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 Bye